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新增了27例的确定病例 包括10例境外移入以及17例的本土病例 并且新增6例死亡个案 因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也宣布 社区照顾机构在工作人员的疫苗施打率达到八成 而且做好防疫整备下 可以适度的松绑提供服务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週三十四號新增17例本土病例 個案分佈以臺北市十例最多 其次為桃園市三例 新北市及臺中市各兩例 並新增六例死亡個案 而這也是三級警戒以來 單日新增確診數新低記錄 因應國內疫情趨緩 指挥中心宣布社區市機構可在工作人員 疫苗施打率打八成 而且做好防疫整備下 適度鬆綁提供服務 適用範圍包括社區市長照機構 日間照顧及小規模多機能 護理之家老福機構 生臟機構附設之日間照顧服務 生臟日間型服務 含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社區市日間照顧 日間服務機構 日間型精神復健機構 以及早期療癒機構 此外機構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條件部分 在提供及接受服務之前 需接種第一劑疫苗 而且滿十四天 未成年者不適用 未接種疫苗者 或是接種第一劑未滿十四天者 在服務前 需提供解隔證明 或是三日內快篩陰性證明 服務之後 需每週提供快篩陰性證明 如果是確診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自主健康管理 抗原快篩陽性者 則不可提供或是使用服務 陳時中坦言開始有社區感染後 要做到完全零確診 可能性非常低 因此社區監測很重要 而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目前累計有四百零二例疫苗接種 後發生死亡不良事件 其中有三百七十八例是接種AZ疫苗 另外二十四例 則是接種莫德納疫苗 記者 廣東廣東 特報道